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韻市大预言是8月15号到8月21号 然后顺便要聊的是 你的福星贵人在身边 你身边的谁是你的福星贵人 你只要跟他在一起 就事业也顺 什么都顺 什么都很好 来 今天欢迎这一位 这两位好朋友 首先欢迎曾子余 今天要欢迎他的经纪人黄灯辉 你们两个有觉得 在一起很顺吗 好像有 我觉得痛病快乐症 超级顺 我是超级顺 我是觉得有点管 真的 来来来 因为其实到时候 曾子余签给黄灯辉 黄灯辉不就是个人 或者老婆帮忙做经纪 其实做得很好 你老婆是你的福星 这是确定有感觉出来 对 但你们两个这个组合有点 大家都会这样 打眼 对啊 我本来已经快要被演艺圈冲走了 是他及时是一个服务 让我一把抓住 然后让我再继续在这边存活 是哦 所以灯辉本来没有要帮忙子余啊 这是什么故事 没有啊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 你知道吗 他看到逢人就问 我觉得这个小子他不是真心的 他只要看到有人 比他还要有成就 然后跟他合作他就问 你要不要签我 没有 没有 我不是这样 你要不要签我 你有没有问过阿庞 我有 我是事实 你有没有问过艳君 艳朴 对 你还问到 你还问到阿庞吗 因为我那时候上 跟东宥哥组织前 你最近是要问纳豆对不对 等一下 我先问你前一个经纪 你前一个经纪公司是什么 合约到 我前一个经纪公司是合约快到了 然后那时候跟阿庞哥主持 那时候几年 你那时候经纪就几年 我跟他签七年 然后那时候已经到了 是那个电视台是不是 滚石滚豆娱乐 前面是滚石 他是歌手 对对对 他发过专辑的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我发过两张 而且KTV还点得到 真的还假的 不好意思 KKBOX现在还有我的歌 根本就 Happy音乐这个赞 不要不要 我也不会签 对不起对不起 帮我剪掉 KTV真的有吗 真的有 是滚石的艺人 对 但是滚石做歌手比较多 对对对 你要知道后来他做 他们本来当初签我的时候 感觉可能是 他们本来有要有一个乐团 然后他们可能觉得主唱 可能他们觉得 擦强人意 然后想说我帅帅的 搞不好我签进去 我会唱歌 我就取代那个主唱 真的 哪个唱片公司要有一个五月天 那真的吃两辈子了 对不对 对 不得了 那结果你们那一团 就因为我不太会唱歌 他们渐渐的也就是 转座幕后了 所以你害了一团人 没有啦 不是我害的 我根本还没有跟他们合作过 所以你就 那公司有先跟你讲说 我们大概时间到了 就不会再签了 我从这七年的感觉 感觉起来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阿庞哥跟我主持 我就有试探信号 他说阿庞哥 你要你有没有考虑 我也不错 要不要签我不错吧 他说 我对你没什么想法 所以我不会害了你 我不会签你来放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被拒绝了 这也是大事 然后他就来问我了 我就跟他说 阿庞说什么 他说对你没有想法 他讲的是真的 我也没什么想法 而且你也就是自己本身是艺人 也没有想过包谁规划过 对 但是后来 后来就是他真的约到了 然后他对未来 就是一片茫然这样 然后是他妈妈 因为我加他妈妈的脸书 还是他妈妈到粉丝团 我忘记了 是有妈妈去粉丝团 他妈妈到我粉丝团 留了一篇那个文章给我 很感人 你知道就是天下的父母 都会想要自己的孩子更好 当然 然后他是觉得 他看我们两个在节目里面 就是亦师亦友的 然后我都会一直帮他 想一些梗 然后就带着他那种感觉 他就说如果 如果他的儿子 可以跟着我的话 应该可以不错 希望我可以帮帮他儿子这样 我看完之后我就想了一下 然后跟我老婆讨论 我老婆就说 好 不然我们就不要跟他签约 我们就单纯帮他就好 就单纯帮他 那意思就是你老婆 其实对他也没想法 对 你不能这样子总结 这很温暖 刚刚那个情绪已经带上来了 我怎么弄 重点是感觉是 感觉还不是最重要 重要是我们如果真的要签他 要合作的话是必须负责的 对 他会变成我们的一个课题 我们不可以让他没有工作 是 他的事业 他的未来的发展 我们如果弄得不好 我们是害了他 这是有良心的经纪人 跟经纪公司的基本想法 有没有那种没有良心的 就要签都来 要签都来 随便签 一签签狗票这种 然后我就说那还是不能有合约 我就说那先帮他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不错 再说 但是我应该就是 就先帮忙就好 但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很恐怖 他去抽那个叫什么 合宜住宅 不是好事吗 对啊 恐怖的是 他是说他觉得我的这个收入 他觉得不保险 他觉得说你有可能抽到 的确抽到 但是你可能付不出之后的贷款 所以他就强迫我要买一个保险 就是说你万一付不出钱 我们这边有这个保险 对啊 老师你们知道吗 演艺人员很糟的 很难带的 比军公教人员差很多的 他带不出钱的 是啊 不稳定 所以演艺人员要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你可以每一个月过定 比如说我存个两万或三万 固定一个存款 累积信用 对 信用历史 虽然你的赚钱不稳定 但是你每一个月 你固定去存款 你以后你要买房子的时候 一样可以贷款 看历史记录 比如说你这次 比如说你这次 你拍这部戏 你领了五十万 你把五十万 你把它二十五万留下来 那你每一个月可能去存 两万 两万五 那你有固定的存款 一样可以贷 你要做那个记录 你不是说你赚五十万 我就存五十万 银行他不看你那种 五十万大笔的 他要看你每个月固定的 所以老实说你抓一笔出来 然后每个月固定两万 所以那你那时候 那银行就觉得你是危险 不是 最后就是因为他就想说 你这样子我贷款 可能没有办法给你 不然你要买一个保险 保证说你以后付不出来的话 有这个保险 所以每个月我要多付八千多块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还要再多加八千很多 然后我就跟德威哥 就无意间聊到 然后他就超帅的 他说 奇怪 为什么生到这个孩子之后 我的事业越做越好 很可能就生到这个所谓的 命定贵人的成效 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 表面上呢 感觉是 就是子鱼 是 灯灰是子鱼的贵人吗 但其实如果灯灰 牵了子鱼之后呢 灯灰越来越好 这样听得懂的意思吗 懂了 懂了 所以你们互相结合之后呢 两个人其实彼此更有方向 有那个感觉 就跟德威哥就无意间聊到 然后他就超帅的 他说 但万一你都付不出来 你怎么还付得了 这八千块呢 他不付的话要干嘛 我说可能要保人 走 我当你保人 隔天就直接去银行当我保人 超帅 其实我不是帅 我是很气的 你是冲动吧 没有 我是气 我是真的很气 因为我觉得 他就是穷人 他就是没有钱可以缴贷款 你还叫他买保险 你看到 见鬼啦 真的 对 现在这个时代要找保人 去哪里找 我就很气啊 我先问一下老师 我们要找那种冲动型的 讲义气的保人 什么星座 你跟他诉苦 你直接说我跟他诉苦 他就冲出来帮你当保人 什么星座 就是牡羊座 就牡羊座 对 因为牡羊座就是会有 比较有正义感 特别是说身边朋友 被欺负的时候 他一股正义感就会出来 就不管二三七二十一 就会站在第一面 但是牵完字以后 他第二分钟就会后悔 然后回家又被老婆骂 你当保人之前有跟老婆讲吗 我好像 我好像先决定 讲一半不敢讲 我已经决定了才跟他提这个 我就一定要当了 但是后来他就想说 不行 这样子 如果他好几百万的房子 那如果他跑掉是我们要付 对啊 后来就变成说 好 算了 那我们就真的签你好了 后来就真的 就是签死比较有保障 对 就签到 然后我们那个约很好笑 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把贷款缴完 你什么时候就解约这样 贷款付完我就自由了 我们没有要签他 就是你缴完贷款 我跟你没关系 你就可以滚了这样 所以我最近又把 真的很人性化 对 那个约是这样 所以我最近又把房子 拿去征贷啊 就是刚刚有贷款 没有啦 这样子哦 所以你有觉得子瑜 有把你当哥哥 或者当父亲的感情 他不是把我当哥哥 他把我儿子当哥哥 他看到我儿子都会哥哥 看到我的女儿的姐姐 然后看到我就爸爸 我最近跟琪琪姐 讲完电话说 好 妈妈拜拜 妈妈我知道了 对 超好笑的 没有 因为他单亲 然后他从小跟妈妈长大 对 他没有爸爸 他觉得我每次做一些 他觉得很帅的举动 他就觉得 这应该是爸爸 才会做的举动这样 是 子瑜 你从小担心长大 你会特别想要一个 强大的父亲形象的 我觉得我的主观意识 是没有这种需求 但可能在潜意识里面 因为毕竟我的生长环境 都是妈妈 阿姨 在我的家庭背景中 我没有一个男性的榜样 这样出现 但是因为牵过去之后 因为他们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小孩 就是跟他们家生活在一起 这样相处 我发现我内心是蛮渴望有一个 相对就是讲起来 就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家庭 一个完整的那种感觉 所以常常我去他们家 或者是我们在外景的时候 有时候灯薇哥还会跟我讲说 今天是琪琪姐生日 那要不要我们一起给他惊喜 故意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好像融入在他们家里面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传统 有一个爸爸跟妈妈 然后他也好像把我当成自己的小孩子 一起给自己的妈妈 一个惊喜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那种时候我是 其实我是蛮感动的 而且常常去他们家 那种欢乐的感觉 是我家比较少有的 其实在工作上还好 但是在那个心灵的渴望上面 我觉得他是看到 我跟小孩相处的时候 他会投射 因为就是他现在把他 小时候那个小朋友的子虞 重新活一遍 他小子虞的时候 他没有看过就是 爸爸跟小朋友玩在一起 或者是骑马麻那种的 因为他在我家的时候 我跟小朋友的互动 就是骑马麻 然后就是做一些 很幼稚的游戏 不是 不好意思 骑马麻是 骑马麻就是 小朋友在这边我就 骑马就骑马 你不要骑马麻很奇怪 因为我听到外面 已经在稀稀疏疏了 什么我去你家看你骑马麻 你不要小时候没有骑过马麻 你现在就对马麻 因为我就没有嘛 那不然你马麻借我骑 不 我马麻叫林小美 不是 我马麻 我马麻 够啦 所以你要小心你回家的时候 看到他跟小朋友在抢奶嘴 来 汤这位老师 哪些生效 好 观众朋友 今天这一题很特别 哪些生效是彼此的命定贵人 你知道你的贵人 以前我们都算什么三合六合 但是我们今天从生效来讲 说这个比那个更准 你想想你自己是什么生效 然后你的贵人你记住 对不对 找到他 好 其实基本上我们 刚刚赌云哥说了 我们一般生效有分三合六合 或三会嘛 那你有听过六冲 这些当然都跟你的生效 当中除了六冲之外 三合六合都还是蛮有缘分的 不过我们今天在命理学当中 有一个叫做贵人爵 这贵人爵代表就是说 你遇到这个人 你会好像无形当中 你会主动想要帮他 或者是说你跟他在一起做一个事业 好像特别容易成功 两个人特别有缘分 这叫素氏之源 那这个素氏之源呢 我们就称为是一个命定贵人 所以大家也可以找找看 就是说对照看看 你是不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或是你生小孩的时候 你也可以生这样的生效 来帮助你事业会更成功 有些人生完小孩有没有 会发现说奇怪 我怎么生到这个孩子之后 我的事业越做越好 很可能就生到这个所谓的 命定贵人的生效 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 好 我先介绍一下 例如说你是出生的年甘 像今年二零二零年 是不是庚子年 那庚就是今年的年甘 例如说你是甲年 悟年 庚年出生的 或者你是民国的出生尾数 是三 七 九 就是三 七 九 民国出生 那西元的话就是零 四 八 都看最后一个尾数 老师再讲一次 好 从头再讲一次 好 再讲一次 好 假设你的 我听清楚喔 OK 假设你的出生年是 甲年 悟年 庚年 像今年二零二零年 是不是庚子年 就看那个庚嘛 好 或者是你的民国的 出生年的尾数 你是 我是九 九 我出生什么时候 民国 我零零 尾数 我是四 好 观众朋友 你的民国出生年的尾数是几 然后 好 像子余是九嘛 九 我们刚刚讲 民国你是如果是三 尾数是三 七 九 那子余就是更年出生的 所以他是更五年的 是更五年 是更五年 对 所以呢 依照你的贵人来讲的话 你就是属牛跟属羊 就是你命定的贵人 老师先把所有的那个好 对 好 先讲交代一遍 再跟大家讲解 对 好 假设你是以年或几年出生的 民国尾数是四跟八 例如说四十四年或四十八年 或七十四年或七十八年的 属跟猴 就是属跟猴是贵人 好 那如果你是丙年跟丁年 老师先讲尾数是几的 好 如果你是尾数是五跟六呢 代表你就是丙年跟丁年 好 所以呢你的贵人呢 就是诸跟鸡 像灯辉的话呢 他是新有年嘛 新有年呢 我们先看一下 他就是新年出生的 贵人是虎跟马 那新的话尾数就是零 所以灯辉是民国七十年出生 对 然后呢我们讲 任跟葵的话呢 任跟葵的话 无论尾数是一就是任年 二就是葵年 所以呢他的贵人就是兔跟蛇 以此类推 所以其实灯辉的话呢 他是新有年嘛 所以呢他的新有年呢 尾数是零 对不对 所以他的贵人是谁 虎跟马 所以你看他们有对到的 所以你是属什么 他是马 对啊 所以属马 对 所以他才是我的贵人耶 表面 我才是拯救你的人 是不是有搞错啊 他还在形容我 灯辉 那你老婆属什么 我老婆属猪 可是你看属猪喔 你看鸡嘛 对不对 猪跟鸡呢 是在一起的 有发现吗 有 那他们要干嘛 所以你是属于比较懒的 对 比较懒的人呢 那叫做 灯辉呢 灯辉这种就适合找婚的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的懒放在你的人格了 所以你碰到你老婆 应该是爱赚钱的 他就把你灯辉赶快出去赚钱 赶快出去赚钱 他就把你付出去了 我不爱赚钱 也不爱交朋友耶 对 好准喔 是真的蛮准的 那你老婆属什么 我老婆属猪 可是你看属猪喔 你看鸡嘛 对不对 猪跟鸡呢 是在一起的 有发现吗 有 那他们要干嘛 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啦 或许你们出生里面有对到 可是如果你是这两个生肖有对到的 都是有缘分的 有听懂吗 例如说像灯辉属鸡 老婆找一个属猪的也是贵人 所以他也是互相帮忙 是互相帮忙的 因为这也是五行相生的 那再用这个表来看 假设你是属虎的找马的 也是可以 那你会说那牛跟羊呢 这一组呢 不是六冲吗 那为什么又可以贵人呢 他们的贵人算是六冲 不过牛跟羊呢 碰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会属于是在投资方面 或者是在理财方面的一个贵人 对 因为他们是土土相充 所以这个也可以 除了看三合六合之外 这样的生肖组合也是可以看出 你跟他有没有缘分 只是有相充的 例如说牛跟羊有充对不对 那他充在一起的时候呢 虽然会吵吵闹闹 但是呢 其实心里还是很在意对方的 那种缘分 充还是会有一种就是草 但是呢 因为他还是属于在贵人诀里面的 所以他们还是一个贵人的生肖 还是很有缘分的 那表面上呢 感觉是 就是子虞 是 灯辉是子虞的贵人嘛 但其实如果灯辉牵了子虞之后呢 灯辉越来越好 这样听得懂意思吗 因为它是属于心眼神的嘛 所以它是马 所以你们互相结合之后呢 两个人其实彼此更有方向 有那个感觉耶 有那个感觉 就是人有的时候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烂命一条 就算了 每天追剧就宅女了 可是因为要带着可能你的孩子 或者结婚了 或者什么事情 那个动力出来 把自己累得跟狗一样 但是后面几年之后发现 成就原来都来自这个动力 然后有很多东西就会因为 我想说我本来不想做 但是想说可是我如果不做的话 我没有办法帮子虞铺路 那我就必须去做 然后再教他一些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 我这些东西我本来不想学 但是我就觉得 那如果没有学得更好的 我有什么资格教他 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为了要教他 我自己要更认真 我真的有那种感受到 以前不会有 是 所以观众朋友 知道自己的生肖是什么 然后你的贵人是什么 记得以后注意一下身边 是 当然有机会我们也会分析一下 你生命中的猪队友是谁 赶快断舍离 好 来 你们两位都有玩重机 我先 一般老婆不是都 希望老公不要玩重机 因为很危险 就你老婆是推你出去玩 我老婆蛮怪的 因为我喜欢在家里面 你是不是保险 受益人全显 好像后来他买蛮多位 对 我一直加保 我老婆他就觉得奇怪 别人的老公都在外面 为什么我都不出门 然后他觉得我是不是生病 他说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 都在家干嘛 打电动 不然就带小孩 其实每次都是骑马去打麻将 然后骑马去下午茶 骑子小孩都我在带 然后我要付一堆钱这样 就衰 然后后来他觉得不对 我怎么会这样 我都没有朋友 都不出去 然后后来就说 你出去一下 你这样不行 后来就是问一下 那有什么户外活动 就刚好有兄弟在骑摩托车 骑重机 所以要不要去 我说好 那我要怎么去 他说你要先考到驾照 才可以出去骑 所以我就先去考驾照 我一考到驾照 我都还没骑过 我挡车也不熟悉 我就还倒了 超差 其实蛮可怕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挑战 因为我喜欢冒险 我就觉得这个很困难 我就想做 然后我就跟他们去 然后我就完赛回来 我就觉得太好玩了 我居然成功 我还活车 我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故 我觉得太...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我想要把车骑好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要买车 然后就问说 那买什么车比较帅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烈火战车 我说刘德华骑的是什么车 刘德华骑的是跑车 我要学跑车 骑机的跑车 对 就是仿赛那种 就是像在赛车手那种 MOTO GP那种 对... 这样还完完不会很累吗 超累 但是你就觉得 你可以这样还完 你就觉得比别人还要Man 比这样子的Man 你这样子还完 比这种这样子 甚至这样 还是这样子 你会觉得你这样子还完 会比较Man 你知道吗 我就 可能因为年纪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爽 不是 这样子很爽 这样子很爽 这个重机前面还有冷气 对不对 对... 你会先 我想要挂猴子 我跟你讲 其实我后来有稍微研究一下 这个手把的位置 跟年纪有差不多 真的是不是 我看看 你看看 二十岁 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六十岁 我后来发现 应该是这样翻的 真的 因为这样会很舒服嘛 年纪大就不会 膝要这样弯腰嘛 对 你不够软Q 你弯不下去了 所以我现在是抓住 那个青春的尾巴 我再过两年我也弯不下去 所以子昀 那你现在也考到重机驾照了 我也考到 但是 你也是准备这样的 没有 我直接回到我的年龄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 对 我直接跳过这个 不是 因为最主要一开始 我看邓会哥骑 其实他有一直说服我 但是那时候我其实觉得 我没什么兴趣 因为我觉得他们那种趴着骑 真的有点危险 因为那个是比较讲求技术 你要一直这样 压车 对 那个太难了 压 对啊 后来是因为我看 我朋友要买 然后我去了解重机之后 我才发现重机不是我 我的脑海里面 只有这种的车款 就是我才发现 有这种的 对 然后在路上就看到有这种的 对 我就发现 这种的也蛮好骑的 然后我现在也就爱上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人生到现在都还没有 环岛过 然后我看邓会哥这样环岛 我也满想要自己来一趟这样环岛 或者是跟为民哥一样 这样一起环岛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值得回忆的东西 但是我买车 其实我原本的预算没有这么高 是被他推坑的 因为我那时候看的车 我本来看的车大概就是 可能是四五十五六十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说 师傅这台车好不好看好不好 我买这种这些车 你不如买这一台嘛 然后就给我贴一个 比我预算多二三十万的车 然后最后我就觉得 好像真的蛮好看的 而且师傅也这样支持我 那我当然是报答师傅 我买了师傅也可以骑嘛 那我就去买 就被他骂爆 没有 他误会我的意思 我说怎么会买那种车 当时买这种车 你要买那种车 不如买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买这一系的 不好 要买这一系的 你都要买这一系的 只会买这个等级 你不如买这个 他说听到不如买这个 但是我的目的是叫他买这个 所以他就去买这个 因为这个比这个便宜 比如说五十万 三十万 然后八十万 这样子 他就看到五十万的时候 买那五十万 不好 你买这三十万就等于 你那个五十万的 一樣的 而且更好骑 那你真的要买五十万 不如去买八十万啊 他就听到八十万 他就往那边冲了 对 这样 移出去 他就冲了 他就这样 对 那就你给你妈讲了吗 你买重机 我其实本来是不敢跟我妈讲 但是是因为我跟敦慧哥 有一次有被拍到 有在骑车子之后 他才知道你真的买重机了 然后其实我很忐忑 因为我一直把我的摩托车 都停在我家地下室 但我妈不会去车库看 就她那天马上就下去看 就上来之后 她传讯息给我 我说真的我很感动 因为我妈 她说什么 从小给我的教育 就是比较高压 因为会一直碎碎念 担心我出生气 一直念 碎碎念 担心 因为你是她唯一生命中 最记挂的 而且我们也担心 她会怕危险 但没有想到 她是跟我说 车子很好看 然后妈妈也觉得很欣慰 因为她就是觉得说 她回头想想 她觉得我已经三十岁 但现在房子 车子 包含重机 都是靠我自己的力量 完成她的 她觉得很骄傲 这有什么不好 你只要知道 你可以注意安全的话 妈妈都很支持你 所以我就觉得 对 你妈也转念了 对 转了个念 那你们看下一个讯息说 妈妈已经把自己的安全帽 也买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环导吧 你不要笑 你不要笑 然后难怪最近她把后座拆了 对了 我最近把后座都改单人了 我真的会怕 她妈妈也被疫情逼到 每天都追她问 我们什么时候去环导 什么时候出去玩 我最近出外景 真的我只要拍 我们出外景的故人 她就说花蓮台东好漂亮 这间民宿好美喔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觉得花蓮台东很棒 我都很想去那边走走 你什么时候有空 这间房多少钱啊 我们这样坐在阳台 这样看着阳光这样子 好舒服 真的啦 你骑摩车载你马去 我觉得超浪漫 超浪漫 超浪漫 如果她要 她要坐的话 我觉得很屌 你借你师父那一台 带你妈她也在后面 那个只能抱 我想 跑车只能这样抱 我妈要这样子耶 她抱一圈 她回来 她以后再也不去了 好累 包太帅了 不用抱到花蓮 上北宜她就说要回家了 才刚骑出了一个红绿灯 她要回家了 还没到宜蘭就说要回家了 你就让你妈抱一下 太累了 以后再也不去了 对 来 美女老师 哪些姓名笔画的男人 会赚也会玩 我们要看哪一些男人 会赚也会玩 一定要会玩的人才会赚钱 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待在家里打电动 因为他就不爱出去玩 所以他也不会赚钱 是 他对市场的赚钱的敏锐度 是很低的 我们来看哪一些人 是会赚也会玩 然后因为我是他那条主线的老公 也就是说 他不想演 他一走 我就跟着走 对 就很惨 这样我等于一个月就是对 少了那二十几的 这二十几的收入 少二十几的收入 我们来看哪一些人 是会赚也会玩 我们来看这个是不管哪一个格局 里面有十画 十三画 十六画 十八画 十九画 二十六画 三十一 三十六 三十九 二十八 有这些笔画的人 都是会赚也会玩 你们两个呢 你们两个因为在人格 有三十二跟十五 这个是比较懒的 所以 还好你们有十三画 所以你们在 如果没有别人去触动你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属于 因为人格是赚钱的工位 所以你是属于比较懒的 对... 比较懒的人呢 他会比我更懒吗 我其实更懒吧 杜林你两种都有 但是你因为 两种懒 因为你看 灯辉的人格是赚钱工位 灯辉的赚钱工位是三十二 所以他是比较懒的 那你的三十二 是落在你的人际关系 你懒得出去交朋友 但是你赚钱的工位是积极的 你是二十三是动力的 太现实 有钱才出去 对... 所以你是... 你是爱赚钱的 那灯辉呢 因为他是三十二 所以灯辉这种 就适合找婚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的懒放在你的人格了 所以你碰到你老婆 应该是爱赚钱的 他就把你 灯辉赶快出去赚钱 赶快出去赚钱 他就把你推出出去的 我不爱赚钱 也不爱交朋友 对 好准喔 是真的蛮准的 所以你就是那种 所以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他就是身边要有人带着他 你这种就适合要有经纪人的 或者是要有一个哥哥带 或者是一个爸爸有事业给你的 或者是有老婆推出你的 那万一你如果交的老婆 又是跟你是宅女的话 我们就会隐居三菱了 那两个就宅在家里打电动的那种 好准喔 那子余这种的有时候想太多 但是子余22又很会玩 这个吗 22其实是很会玩的 很懂得玩的 种哥 所以你就会到处去结交人脉 结交人脉 对 结交人脉 更爱赚了 所以他就会跟这个跟那个聊 然后他就会创造出他的这个事业体 所以你不一定要找婚 你反而往婚一点 就是找婚也会离婚的意思 对 找婚也会离婚的意思 你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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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玩 不要找婚 爱交朋友 爱交朋友 你不要这样 他最近真的有在想要结婚了 等一下来帮他算一下 可以 就是说我们再跳回来我们这个 就是说我们讲过 为什么要会玩的人才会赚钱 一个人 你看这些比划的人大部分都是有 你看会玩的人都是玩什么 重机的 开跑车的 开名车 这些都什么职业在开 很多玩股票的 玩这个保险的 房地产 为什么 因为他有企图性 我要赚钱 我要赚钱 因为我的哥们 现在独龄买了一台跑车 买了双B的 我也想买 所以他就会在赚钱方面 他会积极地去赚钱 那因为他赚钱为了 我要跟你一样住到豪宅去 我一样 男人如果没有玩的动力 没有跟人家评比的动力 他也没有赚钱的动力 你知道吗 很多人是因为玩热 而开始赚钱 你知道很多男人是因为去打狗夫 贪承一笔生意的 我们可能去一个喝一个红酒 贪承一笔生意 其实有时候赚钱 不一定要付出劳力 真的 他是用人脉跟人脉 在赚钱 所以会玩的人也会赚到钱 当然要看你怎么玩 当然你不能说天天就是去花天酒地 吃喝玩的 但是很多人都在很多的这些 正当玩乐的聚会当中 而去谈成一笔生意 你看很多程度 我们就看他怎么大家都 也都没有在公司在赚钱 他们怎么都在泡茶 就谈成一笔生意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你要懂得玩 因为你要玩要玩出交际来 其实你要懂得去结交一些好的人脉 好的人际关系 我们在今年就是很适合去结交 不同商圈的人脉的时候 那你才能够给你很多很多的 这些不同的商机 你就自然会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他其实是相对润的 也不要把自己攒在家里 所以灯灰有子虞这样子的朋友 也是很好的 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灯灰他是懒的 他本来比较宅 他比较宅 他因为子虞他就出去拼 不许给他有一个动力 他是想要帮子虞推动很多 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来很多 他也会跟着动起来 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对到 这些笔画的人都是比较宅的 那种心的话 我们跟这些人交朋友 其实他是会有动力出来的 所以如果当你们有这些 动的跟静的 撞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可以找老师去算一下 你们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他就会撞出火花了 谢谢老师... 但是讲到演艺圈工作 刚开始进演艺圈 大家看到很多很红 年轻 小鲜肉 什么美女 但是其实赚钱都还没有开始 真的要到赚钱的时候是 如果接到一档连续剧 或者是什么 那个才可以 收入才会稳定 所以像子虞最近进才有点不顺利 你之前不是有演一个八点档了吗 对 我... 八点档是开始存钱的时候 对 我就开始存钱 但是最近开始有一点点的 没有失去了这个公务员的身份 为什么 因为我的主要 在里面的主要演员 我的那个 因为我老婆的那位梁淑海 他因为公司的规划 他就没有再继续演下去了 然后因为我是他那条主线的老公 也就是说 他不想演了 他一走 我就跟着走 对 这样很惨 这样我等于一个月就是对 少了那二十集的 这二十集的收入 少二十集收入 超多的 他为什么不演 他其实他公司找 好像蛮早之前就有在规划 可能要帮他接不同样类型的戏 他可能想说要转换一下 因为他有得心人奖 应该是这个原因 对... 而且他也可能想要充实一下自己 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 因为八点档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那如果他有其他的规划 因为你所有的时间都会在八点档 你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他应该是蛮有想法 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东西的人 比如说他之前很抗拒一个 是鬼屋的 他很怕鬼 鬼屋的什么 外景... 他超怕的 我就跟他讲 你怕你就不要去 我们千万不要做自己 不开心 不喜欢的事情 对 你怕就不要去 我们可以不要赚这个钱 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去啦 我是像跟他讲 假讲的嘛 假讲的 我电话里面听着想说 放手... 他说你去不去 他都最后一句这样讲 我当然去啊 我还有什么选择的权利 为什么我们进一圈 好像都会毕竟要 一定要出轨的外景 我也... 你有出过啊 我当然出过啊 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吗 我倒没有遇到奇怪的事 但是我觉得那一阵子 虽然就是说 会接鬼的节目 也都逼不得已 去接了 那阵子虽然是 小钱是有赚到 有存到 但是其实运气 运势也都并不好 你鬼的节目 你要出外景的时候是几点 都已经晚上 半夜... 你收工的时候几点 天快亮 然后又说出完鬼 一生的晦气 一生的这种 对啊 这种怎么办 又不能直接回家 对 就要去外面混... 混到有人潮的时候 又... 这边蹭一下 把那个... 这种不好的气转掉 再来回家 都已经天亮快中午 你觉得运势会好 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太对 对啊 那你还是接了 那必须要接啊 我还是接 他没有收入啊 我觉得 都会让我学到的是说 因为我很常有一些东西来 我都会说不要... 但你真的去试过之后 你会发现说 就像他有时候跟我讲说 这个东西不是你表面上 看到的这样 你可以去试着找说 这个世界或这个东西 带给你另外的层面的东西 像虽然说 可能我是去外景去鬼屋 是一个自己会害怕的东西 但是因为会有风水老师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房子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那我家的主宿 或者是我应该要怎么样 帮家里弄好 或者是帮祖先啊 扫墓生一些东西 还是会有收获的 我觉得是有差的啦 就是不要一开始都抗拒 说不要... 其实到最后你还是会 会对自己有帮助 这是什么 你还是说 最近还蛮多人不怕鬼屋 都在抢阴宅的 都在抢鬼屋 越便宜啊 对 他学会怎么看阴宅 对啊 你到处变成对不对 鬼屋房屋经济 你妈是做仲介的不是吗 那是做洋宅的啦 但是现在鬼屋 鬼屋很夯耶 有吗 你跟你妈做配合啊 什么 你说我自己去看 然后找到这些地方 就是骂我今天去出一个外景 那个鬼屋 你帮我卖 帮我做仲介这样子 对... 可以吗 你不要再乱讲 我知道土城有一个很厉害 现在鬼屋很夯 你不知道 其实如果你要赚钱的话 要住鬼屋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真的假的 人在运势差的时候 连鬼都懒得害你 鬼都看你很可怜 他会帮你 鬼会过来说 真的这么小 你怎么这么可怜 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帮你赚钱 要不要这样 那还跟你托梦给你 真的假的 真的... 快点 威力踩到号码 真的 运势在差的时候 就不要挑 因为连鬼都觉得你可怜的时候 他会帮你 全世界都在帮你 来... 说在工作上 你有件事情很邪门 你主持外景的节目 十一年来 一共克走了八个搭档 对 其实说到这个 我这... 我要学越南话 还要学越南中文 越南口音的中文 还有越南口音的台语 然后跟标准的越南话 而且他还认真到去越南店 田野调查 我...越南什么 越南店啊 来... 说在工作上 你有一件事情很邪门 你主持外景的节目 十一年来 一共克走了八个搭档 对 其实说到这个 我真的觉得 就是说有八个搭档 就是说总共有八个经纪人 一提到曾子余就... 其中有一位经纪人 可能还在这里 因为帮海连他也被我克走 因为主持官一下来之后 慢慢地会发现 奇怪我身边的搭档 怎么一直换... 结果我却一直在这里 但是网路骂的都是在骂我 但是我就会一直活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到底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为什么 他人缘好吧 还是便宜 都有便宜 便宜跟人缘好都有 因为他... 他第一很听话 然后配合度很高 然后又很认真 所以就你开制播会的时候 挑不出缺点 对 然后重点是 他费用又不贵 所以这种人不可能换得掉啊 那换来换去一定换比较贵的 配合度不高的等等的 对 但是到最后 为什么我会走掉 配合度不高 不是 我跟他讲 价钱太高 是 我那时候其实 那时候 这节目有停一阵子 然后第一时间说 我们要复活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找我们一起回去的 他是想把我们两个一起带回去 但是我戏真的接太多 我回不去 然后我就跟子余讲说 那接下来我不猜的日子 你要好好加油 他还有特别 你就继续去课别人 对 像现在是纳豆 你就想尽办法 对 纳豆 你现在是跟谁 纳豆 跟纳豆 纳豆 不错 我帮你算一算 能不能吸一下他的彩域 来 艾菲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2020年他的入秋之后 工作运超旺的 在转运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座图板 是2020年入秋以后 工作运超级旺的新座 那么请观众朋友来参考一下 太阳还有上升 我们也请来宾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幸运上榜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的朋友 2020年入秋以后 来看一下 有天蝎座的朋友 如果说太阳或上升是 天蝎座的朋友要提前恭喜你 因为你入秋以后工作运 超旺的原因是什么呢 能够获得机会出现水到渠成 对于天蝎座的朋友 在上半年其实工作比较容易有所起伏 那想要转变可能碍于这个大环境不佳 可能会比较保守 或者是比较会觉得是说 心里比较烦躁 但是入秋以后 随着这个工作的机运出现了 很多的事情能够顺利的水到渠成 特别是想要创业的朋友 或者是在寻求工作当中转变 或转机的朋友 这个方面的水到渠成的机会 都会能够顺利出现 所以我觉得天蝎座的朋友 可以自己多一点鼓励 入秋以后确实运气会有所变化 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巨蝎座的朋友 也要恭喜你 巨蝎座的朋友入秋以后 能够获得工作好运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能够获得美梦成真 而且能够顺利的业绩达标 在巨蝎座的朋友 在入秋以后 特别在求财或做业绩的部分 会更为的顺利 会得到很多这个时运的帮助 所谓的时运的帮助 就是说下半年的景气的变化 对你所在的这个行业 其实是加分的 那么你在工作当中 在求业绩或求财运的话 都能够顺利的美梦成真 而且最重要的是 年度的业绩目标 都能够顺利实现 再来看第一名的朋友 我们看看我们的来宾 我们上榜 金牛座的朋友 我们恭喜 子余上升金牛座有上榜 所以这个灯辉 我自己贵人啊 对不起 老师 灯辉还是可以很高兴 因为他是你的这个 下面的艺人 来看一下你的这个金牛座艺人 能够为你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能够获得升官机会 非你莫属 所以我觉得这个子余 不管在下半年 在演戏的方面 还是在这个祖师方面 应该都还会更有机会 本来在祖师方面 可能是做一个配合的部分 但是也有可能在祖师方面 拿到这个主key的部分 所以要把纳豆客走 对啊 你要进来了 我是你贵人啊 他唱起来了 对不对 我帮你把人家弄走 然后你再回来吗 我不是不想回去 我是没有时间回去 那我再帮你别的金牛座 你晚一点再把他弄 我比较险的时候 你再把他弄走 现在先不要 先劳他一名 是 来 金牛座的朋友呢 子余以及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是太阳或上升金牛座 在下半年获得升官机会 这代表是说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非你莫属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工作就是非你 才能够把他升任 或是非你才能够把他做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灯辉在下半年 如果是说子余有更多 鬼屋的这个经济的话 或一定要推他入火坑 因为非他莫属 好 有上榜的朋友 天蝎座 巨蟹座 以及金牛座 2020年入秋以后 工作运超晚给你做参考 很棒耶 真的在我鬼屋外景带你妈去 很棒 就在我妈去 对不对 而且我坦白讲 那鬼屋帮他很大 那鬼屋的收视率很高 然后小朋友很爱看 而且是整个亚洲都红 不是台湾而已 马来西亚那边超红 整个亚洲都爱看 对啊 有的时候 而且他扮成女生超漂亮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为什么会扮女生 他在鬼屋里面扮成 然后这里面很红啊 是女鬼嘛 是女鬼 但我没有 我是漂亮的 对 这个互相变成贵人 灯辉也因为子余的关系 为了要带子余 所以自己有很多的突破 所以你前任接了一档新戏 你这个新戏很难演 但是导演会挑上你 是其实对你是 有非常多的肯定 其实我一开始是 是跟我老婆说 如果没有太多时间让我准备 我不敢接这个角色 这角色有点难 他要演 他要变成一个越南人 然后从越南来台湾的渔船上面 工作的一个渔工这样 很难 不是 我光是讲越南话 我就不知道我要练多久 是电影 是电视电影 然后那个时候就说 这个压力很大 我需要长时间准备 你帮我问一下 看多久的时间可以准备 然后我们有够时间我们再接 然后他就去问 然后他说灯辉可不可以演 确定的灯辉可以演 长官那个名单都过 灯辉很适合这样 你现在不是适合 是我能不能演的出来 我搞不好的 接下来我老婆就问 那我请问我们多久 要开始拍这个东西 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就要拍了 然后他回来跟我讲 他先讲说 他们说两个礼拜就要拍了 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 但这不行 两个礼拜我觉得压力太大 我做不来 我怕我会搞砸 子余接不接 要你接不接 要你接不接 你接啊 接啊 反正我出去丢脸 是丢他的脸 我没有啦 当然会想尽办法 把越南话学好 对 但我老婆就说 两个礼拜我就说 那先不要吧 这个我可能没办法 她说但我已经接了 对方说 你很适合 已经名单过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然后所以我知道这个消息的 那一刻开始 我就开始去问 有没有谁认识越南人 然后他也开始安排上课 然后就开始从越南音标 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在台湾 上课的越南弟弟 我叫他 我念台语给他 他不会讲台语 我就叫他用他的 我讲什么 他讲什么 他是越南人 所以他出来就越南腔 我就这样子把我的台词 我念一句 他念一句 然后我把他的录下来 然后我去学他的越南腔 我就这样子赶快去进入那个角色 所以你还学越南音标 我要学越南话 还要学越南中文 越南口音的中文 还有越南口音的台语 然后跟标准的越南话 而且他还认真到去越南店 田野调查 我 越南什么 越南店啊 我是说我想去 后来没有去 这个是不用再强调这个 我不用帮你们放下来 你的意思是去和粉店还是 对 我的意思是吃越南和粉 然后越南法国面包的餐厅 对啊 这个有啦 餐厅有啦 我问你去越南风俗店 快点示范一下你的越南腔 其实他就是 我后来抓到一个诀窍就是 因为越南他们没有一声跟四声 他们声音比较用鼻音黏在一起 然后他们有一声跟 比如说 看什么 看是四声没有 他会变成一声就变成看什么 看什么 就是你把一声跟四声调过来 就会接近越南强 他没有四声没有看 如果是命运好好玩 命跟运不是都四声吗 命运好好玩 命运好好玩 懂吗 懂了吗 一声跟四声调过来是 第一个基础 然后后来你要加鼻音 鼻音要进去 命运 就是你讲话 你鼻子的音要多一点 多一点这样子 不能点 点 难怪越南人比较温柔 对 他没有四声 对 然后标准的越南话就没得取巧 就真的要去学 台词我是不会忘的 台词 比如说 就是 他说我看起来比你帅 所以他有很多台词 你 因为那时候 因为我要进入那个角色 所以我的台词是 我是准备 我是准备到我要拍的前一秒 我都还在准备 因为我必须让那个台词 就是变成我的潜意识跟呼吸 要不然我没有办法演那个戏 因为我如果去想那个 越南话怎么讲 我就不用表演 所以我压力很大 然后我要出海捕鱼 我要去工地搬那个水泥 然后我要上山去采茶 所以所有的外籍老公做的工作 我都体验过了 对 然后他抱着小孩跑给警察追 一跑就是几公里 不好意思 那床戏的部分 你也是到前一秒 开拍前一秒也都在准备 床戏这个就放自然 因为我本身 床戏啊 很激烈耶 那个时候老婆就看到 其实她带小孩子 是她的表面工作 她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赌托 四点半要接小朋友下课嘛 三四点要接下课 她每次都打到来不及 欸 黄理事啊 我跟你说 黄理事还两冲 我真的滑啦滑啦的声音 你去帮我接一下小孩 滑啦滑啦 谢谢啊 谢谢啊 妈妈爱你啊 挂 就我累到要死 然后我刚下通告 我要敢去接小孩这样 你不是傻 你不是打电话报警去抓剧本 对 大家检举奖金 不好意思 那床戏的部分 你也是到前一秒 开拍前一秒也都在准备 床戏这个就放自然 因为本身 床戏啊 很激烈耶 那个时候老婆就看到 有床戏然后是蛮激烈的 老婆看到剧本 剧本怎么写 剧本就是 啃食着彼此的身体 啃食着彼此的身体 太写心了吧 有台词吗 三角形 全是三角形 然后对 三角形就是形容 只是编剧 它在形容 对 大家做了什么动作 对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我在那个画面里面这样 没有啦 哼食着彼此的身体 这人 劳工应该体力是好的 当然 所以他必须啃食的动作 而且现场散发着潮湿 而充满了肉郁的味道 好精细的三角形 对 我觉得你挺会写剧本的 有说三角形比台词还好看 然后我老婆很好笑 我老婆看她说 床戏耶 爽喔爽喔爽 爽对吧 跟谁演 我跟侑汝 李侑汝 就是他现在在民視演八点档 然后他在这部戏里面 我觉得他很厉害 我真的觉得八点档演员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握虎长龙都躲在八点档里面 因为他们很忙 出不来 一出来就是不得了 猛虎粗杂 拼了这样 不是 因为他们的功力 每天要这样子拿到本就上 然后每天的喜怒哀乐 是那么多不断地一直来 所以他们练就了一生的硬底子 但是他出来外面之后 他却又把八点档的那一套 习性拿掉 反谱归生 用最自然的方式呈现 我就觉得 那这个彼此互相啃食怎么拍 我们在我们在房间里面就是做爱 他妈妈在厨房里面做菜 然后他妈妈在其他 然后里面的床 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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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拍得真的是很有画面 对 所以是一个越南帅哥移工 跟一个台湾妹妹 一个越南不帅的移工 跟一个很正的台湾妹妹 对 期待... 来... 汤老师 下周八月十五号到八月二十一 各生肖的整体运势如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礼拜 八月十五号到八月二十一号 十二生肖的周运势 第一组就是生肖鼠猴 老鼠还有龙的朋友 这个礼拜你的运势 有三颗星的表现 在哪方面会有特别好运呢 就是在 人际关系方面 还有感情方面 如果这一半 你想要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或是认识新的贵人 让你在职场上或那个财运上 可以人脉通勤卖的话 这一拜一定要多去把这个贵人 串接起来 然后把老朋友的感情活络起来 就可以帮助你在职场上 工作上 人员上 都会有耀劲的机会 好 来看一下第二组生肖鼠蛇 鼠鸡还有鼠牛的朋友 我们的灯灰上榜 这个礼拜有只有一颗星 这一颗星要注意什么 就是运势少急 而且反复多变 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工作 谈好了好像又有点变动了 那这个时候考验在你这个礼拜的耐心 有没有保持沉稳 那有时候这种变化 你发个脾气 可能会让事情越用越糟糕 所以沉浅最重要 所以最近会有这些事情会发生 要注意了 好 来看一下生肖鼠虎 鼠马还有鼠狗的朋友子瑜 这个礼拜有 没有星 四颗星的好运气 恭喜你了 好 运气 在哪方面呢 职场要尽展开顺利 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说有很多的机会会随之而来 你会发现说这个钱越来越多了 机会也越来越多了 好像这个机会会让你带动很多周边的运气 不过当你的机会越多的时候 人也会劳累 所以要多注意健康的问题 要特别小心 好 来看一下猪兔羊 这个礼拜恭喜你们 有五颗星的好运气 在哪方面呢 就是财运旺盛 而且正财方面很好 例如说你可能要找工作的朋友 这礼拜工作的机会会很多 做业务的朋友 你会发现业务推展得非常的顺利 恭喜你了 好 来看一下加码的部分 桃花最红 恭喜生肖鼠龙的朋友 还有我们事业最强 生肖鼠狗的朋友 以及财运最旺 生肖鼠羊的朋友 恭喜你们 谢谢老师 来 接下来爱飞老师 八月十五号到八月二十一号 各星座的整体运势如何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图板 我们下周是从八月十五号到八月二十一号 各星座整体运势如何 请大家参考太阳还有上升星座 那么本周是狮子座的最后一个周末 过完这一周就要进入到处女座 我们来看一下在星座交接的时候 各个星座的整体运势状况 首先我们看两颗星的朋友 我们要注意的是双鱼座的朋友 本周心情比较焦虑 那么可能子余注意一下 在这个星座转变的时候 心情又怎么焦虑了 两颗星的朋友还有水瓶座的朋友 本周会有自寻烦恼的现象 那么时序要进入秋天了 建议不要因为多事之秋 感觉到自寻烦恼 再来两颗星的朋友 摩羯座是压力比较大 可能是工作当中给你自己的 期许的压力给你做建议 再来看一下三颗星的朋友 太阳上升如果是这个星座 来 处女座的朋友 有一点中暑的现象 虽然时序要进入秋天 但是天气仍然比较热 要注意中暑的问题 三颗星的朋友 还有谁呢 本周注意交通的状况 特别小心 再来三颗星的朋友 还有双子座的朋友 本周会有一些职场的动荡 让你比较心烦 再来我们看一下四颗星的朋友 运势比较好的 我们看一下有谁呢 来 恭喜天明座的朋友 有人爱慕你 所以感情有增温的现象 这个部分还不错 再来我们看一下 来 金牛座的朋友 我们有子余上榜 来 是家运比较顺利 家庭很和谐 这个部分是好事 恭喜你 再来 母羊座的朋友 我们的灯辉积极努力 各种的状况 你都是积极努力去争取 以及求表现 还不错 再来看一下五颗星的朋友 还有本周运气最好的 巨蝎座的朋友 恭喜新欢出现 不错 再来呢 射手座的朋友 非常好 投资尽才 再来五颗星的朋友 还有谁呢 天蝎座的朋友 恭喜 是业绩耀眼 再来我们幸运加码的部分 来看一下 感情最旺的 我们要恭喜天蝎座的朋友 爱情运非常好 家运 感情 婚姻都非常好 工作最旺的 我们要恭喜 射手座的朋友 以及建议一定要去买彩券的 我们恭喜巨蝎座的朋友 以上给大家的参考 灯辉很注重家庭 但是 所以你老是提到你岳母 她最近 她 你在电视上 叮她这么久了 她依然 依然固 依然 不改她的本性 我觉得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你现在 好 她帮你带小孩 你每个月给她多少薪水 从一开始 好像一万五 现在好像给到三万五吧 带几个 三个啊 从一个开始两个 然后到最后三个 三个已经变成三万五这样 然后 其实她还会有 然后你还给她付卡 她还有卡 卡会刷爆 卡费我付的 然后三节礼金 生日奖金 过年不是会要包红包 过年红包 就红包了嘛 她既然红包拿就说 我的年终奖金你还要玩 她红包拿了 可不可以拿年终奖金 而且年终奖金 你要给我几个月 这样 她会给你算几个月 所以是三万五起跳 年终奖金三万五一个月的 三万五两个月就是七万 她要问你 你要给几个月 然后另外红包还要额外给 然后出国 还好疫情来了 今年 有省一点 但是我怕她接下来 会报复性出国 对吧 那就 出国她省掉 结果不是疫情来了 然后不是要囤货 囤食物嘛 结果她说我们家冰箱太小 她没有办法囤货 她给我买了一个冷冻柜 那个超夸张的 什么样的冷冻柜 就大冰箱 就一般的海鲜餐厅 在冰海鲜的大的冷冻柜 放在后阳台 这样子的 没有 她买这种铁式的那种 可以横开的 放食材的那种 真的是餐厅里面 对 双开的 因为她说她没有办法 疫情来了 我们必须要放食物 你们家冰箱太小 她为了 她为了喝牛奶买了一头牛 对 好测的 然后家里还有三台咖啡机 是什么意思 就是她觉得咖啡 有时候比较懒一点 要快一点 要有 有时候讲究一点 要用咖啡混 咖啡机 咖啡混 如果有时间的话 要有一台咖啡豆 所以有一台德国的 一台日本的 还有一台意大利的 所以它有三台咖啡机 除了咖啡机 它有 它就剩下战斗机还没买 什么都有了 它什么都有 其实它带小孩子 是它的表面工作 它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赌徒 你不要乱讲 你没事就叫人打拌 去哪里叫人打拌 生孩子怎么办 他三个小孩 他早上八点 他其实还蛮认真 我觉得还蛮进责的 他会先送去 送去那个上课 一上课之后 八点上课 上课之后 今天要去哪里打拌 好 就去了 四点半要接小朋友下课 三四点要接下课 他每次都打到来不及 黄理事啊 我跟你说 我叫我两冲 我一直就哗啦哗啦哗啦 你去帮我接一个小孩 哗啦哗啦哗啦 谢谢啊 妈妈爱你啊 看 结果我累到要死 然后我刚下通告 我要敢去接小孩 你怎么这么傻 你会打电话报警 去抓剧毒啊 大家捡取奖金 对啊 去抓剧毒啊 这个健康麻将 那你会没算拒绝 有人报就会抓 真的喔 对 断了他打麻将的共语 太可怕了 真的 未来一个月 我的股票在哪里 我的股票在哪里 未来这一个月的股票 以及贵人在哪里 我们会有不同的贵人 用心看 我们第一组就是 6颗对1颗 第二组是6颗对2颗 第三组是6颗对5颗 第四组是6颗对3颗 第五组是6颗对6 8颗 repentance 该是6颗对3颗 亡刺者 严慎 说岳母前一阵子开刀 你的心情有一点 他很好笑 他每次只要有一点病 他都很焦虑 然后他知道 我为了拍一个大雷的戏 我去学算命 我学紫微斗树 然后他说 女士 我觉得 我这个刀如果没有够的话 以后你的小孩 你知道自己顧 很欢乐 他很会威胁你 他動不動就說 不好 你小孩自己照顧 我回家高雄 這個全部都是情緒勒索 勒索慘了 他勒索了十幾年了 但我覺得還OK 我還承受得住 然後他就說 很擔心 我就說 不然這樣 我有兒子 我帶你去看看好了 我就把那個命盤輸入 叮叮叮叮叮叮叮 我就看一看 疾惡公 看他身體的公位 我就說 你放心 你這個命格看起來 就是屬於那種 禍害一千年 所以你放心去開刀 應該是不會有事 然後講完之後 他就比較釋懷 要不然他真的 還滿擔心自己的身體 擔心是擔心 但麻將也沒燒打就對了 我覺得打麻將也算是 就為了要轉移注意力 算是一種復健 對啊 他如果可以開心的話 就算了 對 不錯 這女婿很孝順 所以子瑜你看到 兒登輝他們家這麼幸福 你想到要結婚 但是你不知道怎麼跟女友求婚 你女友還是我上次知道那個嗎 對 我就一直就是那個 對 多少年了 八年了 快八年了 八年抗戰 他沒有暗示你嗎 他沒有暗示你嗎 其實我們有共識啦 可能本來是想說三十歲 就會開始做這些方面的計畫 今年幾歲 就三十啦 差不多啦 那就 但是 但是就是因為相處太久了 我想要 我這邊的想法是想要 腻啦 誰腻的 不是我想要給他驚喜 只是因為我們都這樣子相處 然後也太熟悉 彼此很難創造驚喜 有時候亦有一個反常怎麼樣 一定會馬上被發現 所以我就是在想要怎麼樣 安排這個驚喜這樣子 這種鬼腦子 就讓黃鐙輝幫你想 他最多啦 對啊 你只要拿大頭針 然後把那個套子戳破 然後就未婚懷孕 就驚喜 太激情了 我媽承受不住啦 我就是這樣 你媽怎麼樣 現在你媽有什麼意見 其實我平常心裡講 我媽最近狂吹耶 只要我們有一起出去 或者是我跟我媽吃飯 我媽就一直說 趕快啦 都三十歲了 對啊 你在那麼久了 趕快了啦 安排了 對啊 你都弄就是 那女方父母呢 家裡 女方父母也是開始 最近會有一些聲音 媽媽那邊會有點聲音 然後我女朋友也有在問 女生應該比較急吧 女生真的滿急的 對啊 但是問的是 女生父母會想說 那你最近工作到底怎麼樣 怎麼一直都不順 最近工作沒有不順 是還好有跟著鐙輝哥 所以我也有跟著他做一些 儲蓄的概念的方式 對 尤其他不知道為什麼 他最近對股市很了解 我有跟著他有小賺一筆這樣子 對 他分一下股市 分一下股市 很穩耶 不是啦 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說現在 他的動盪會很大 那如果你眼光抓到 動到大就風險大 對啊 所以你要眼光看得準 就是你要抓到進場點 跟出場點 然後你不要貪心 他每震盪一次 你就賺一波 最近很多訊息 說飛機資亂亂飛 台幣不要放那麼多 對 然後你看川普這樣 美國疫情這樣 美金也不要 重點就是這個 因為大方向 台股市連美國 一直淹大水 人民幣也不要收太多 說要收黃金 還是要什麼 到底是怎麼講 到底是怎麼講 重點還是看美股 因為台股的基底就是美股 其實如果你有錢的話 其實台灣最強的就是台積電 真的 對 但是它現在已經長了一個 亂七八糟 我怕你 小市民可能買不了 對啊 因為它太貴了 對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錢的話 其實就穩定一點的 就0050 跟中華電信那種的純股就好 0050 保險的啦 但有錢的話 買台積電應該是不會虧 已經那麼高了 超高 但其實還有別 那你可以買聯電啊 喔 聯電比較便宜啊 對啊 老師也在買 不是 十九塊 老師 你十九塊的時候進對不對 他今天漲停了 我跟你講 我十二塊的時候 是在看聯電的 喔唷 來 烏美林老師 林朱占卜 未來一個月 我的股票在哪裡 好 我們看看你 未來這一個月的股票 以及貴人在哪裡 我們會有不同的貴人 用心看 我們第一組就是 六顆對一顆 第二組是六顆對兩顆 第三組是六顆對五顆 第四組是六顆對三顆 第五組是六顆對六顆 我們平第一直覺 子昱你用心挑喔 因為你今年很旺喔 真的假的 真的 你結婚 一定要在這三個月內 趕快求婚 三個月內也太趕了吧 求婚 然後先登記 今年啊 這個三個月 現在幾月現在才 因為今年剛好是你結婚年 不要超過十月 真的嗎 那過了就沒了喔 過了你們會有一點意見 過了就會換下一個對不對 趕快結 先登記 好 你用心 用心挑 2020年 二啦 我是挑二 你挑二喔 二 你可以換是不是 這個表情是叫我換嗎 我的掛真的超準的 你等一下看就知道 那我要是挑三號 三號 來 腹肌口中 我要四號 四號 來 加碼二號 加碼二號 二號 好 那我挑一個五號 確定 確定 我們先來看燈盔的好了 好 我們看燈盔的 還有觀眾朋友挑的 這個三號呢 是貴人在哪裡呢 這個在 長輩的貴人是最好的 長輩就是說 你現在去思考一下 你未來你想要做什麼 長輩一定是比我們有資金 比我們有通路 或比我們有各方面的 所以你可能去找 譬如說在演藝圈 就找一些長輩 找一些老演員 或者是一些老前輩 就會得到貴人的幫助 好的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我們恭喜你 然後我們再來看 是 是阿湯哥 還有觀眾朋友挑的是 在哪一方面的貴人呢 這個我們恭喜你 這個貴人在於客戶 所以很多人就是 訂單都沒了嘛 接不到訂單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可能你要去拜訪 拜訪以往的客戶 或是拜訪新的客戶 那你就將會有 新的客戶的名單進來 這個我們恭喜你 然後再來我們剛剛講的 子瑜這個超準的 我們看看 這個是 趕快結婚吧 因為你今年真的走到正紅卵 你先就是先登記 然後隔一年再去辦婚禮 然後你不要馬上生小孩 不要 一定要到2022年再生 那這樣子它 為什麼 對啊 因為明年走到的孕 跟今年落差很大 如果明年生小孩的時候 你們會因為小孩 起很多的爭執 那你婚姻的生活過一年之後 一年隔第二年的時候 你們再生小孩 那你們是會很甜蜜的婚姻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跟子瑜都一樣 同樣補到這個的話 你們可能可以好好的思考 你們的感情或者婚姻 那很多人做業務 其實也很需要 就異性的貴人 有的你要請員工的時候 這個時候請異性的這個員工 反而是一種加分 有時候同性 男生對男生 有時候老闆 你對我吼醫生 你在吼什麼呢 但是如果是女生的主管 或女生的這個業務的話 你跟他講 你反而口氣會比較好 你會說拜託 你幫我一點什麼事 那那個貴人就不一樣了 那我們來看第五組 第五組就是 我選的 我們看篤林 在哪一方面的貴人 今年的全... 今天的掛全部都是好掛 只是在不同的貴人而已 這個是在同事的貴人 所以篤林 你要好好的 明天請我們吃一餐飯 請整個同事 因為貴人在我們 我們貴人在同事的話 就是說你很多的事情 有時候跟同事一起 共同去開發一個什麼案子 或是共同去開發一個 什麼樣的通路 其實是加分的 有時候我們同事跟同事 有時候會自己單打獨鬥 所以你請我們吃一餐飯之後 我們就會大家一起共同幫你 來 那我們來看第一組 第一組我們在座都沒有人挑的 觀眾朋友挑 這是哪一方面的貴人 這是最好的 這是現在大家最欠缺的 金主的貴人 這個好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補到這個掛 就是告訴你 你想要的... 想要做的行業 你想要做的什麼事情呢 你終於可以找到金主來投資的 所以一定要加油 好 謝謝老師 也謝謝來賓 感謝你們收看 下次同一時間請準收看 命運好好玩 拜拜